詞曲中文靄文革人 來我們看一下這題 它說f's次數至少是幾次?兩次 β屬於4β屬於負2 那這被這兩一起除資 問你余是於多少 你把這題看一下 這裡非常特殊 來這裡哪有特殊 老師想請問一下 你曉得倍除是FS是多少嗎? 完全不曉得 題目只有告訴我說FS次數至少是兩次 除此之外你曉得FS是幾次嗎? 完全不曉得 所以說這題題目重點在哪邊? 我不曉得倍除是我在做處法運算 有沒有看到? 所以說噴到這種題目 基本上題目都要設計過 行不行?怎麼設計? 因為你不曉得倍除是多少嗎? 所以說真的你根本就沒辦法直接除 所以說就必須要靠題目數據的設計來解這題 而這題怎麼設計?你看一下 倍他屬於4 倍他屬於負2 那今天倍這兩一起除之於多少? 所以說這兩個一起除之 這兩個剛才已經分別出現過了對吧? 有沒有看到? 行不行?行好 那歲比怎麼算? 來看這邊 首先我們就要按照題目意思 首先第一件事情 他說FS被他除於4 有什麼感覺? 根據於4定 老師可以知道 我只要令除4為0 對吧?行不行? 令他為0 你把AK是用幾代? 1代 代進去 於4是幾? F1 題目說於幾? 4 這也是一樣 FS被他除 令他為0 AK是用幾代? 負2代 代進去 於4是幾? F2 題目說四幾? 負2 接下來請不請 好 先把這兩個條件列出來 列出來 來第二件事情 題目重點要幹嘛? 題目希望被這兩一起除之後的余式 對不對? 所以說這裡我不曉得貝除4怎麼辦 那我就去假設貝除4好不好 因為不曉得貝除4嘛 我去假設 怎麼假設? 用這句話來假設 我去假設貝除4是幾? FS 這題題目希望是我被起除 被這兩個一起除 除下去之後會得到一個什麼是? 三4 再加上什麼是? 於4 所以說這題重點在哪邊? 想辦法把這個於4把它算出來 現在聊小事是嗎? 那怎麼算? 你看一下 題目是希望FS被他除嗎? 被他除下去的余式嗎? 所以說基本上我余式 一定要比這個除4小 對不對? 所以說你觀察一下 我余式是幾次? 我除4是幾次? 兩次 除4是兩次 所以說余式要比他小 可見余式最多只能幾次? 一次 這樣行不行? 我再一次 因為余式一定要比除4小 除4是幾次? 兩次 所以說余式最多只能幾次? 一次 什麼叫一次? 5s加3 7s-2 或是8s-5 不管 什麼叫一次? 寫出來像這樣子 as加b 這樣行不行? 你一定要假這as加b嗎? 不一定 你可以假真乘ps加q 或是as加n 這樣行不行? 來 有些同學會說 老師不一定嘛 搞不好余式只是纏數項呢? 他不一定有aks啊 對 也許有可能 那代表什麼意思? 這個a會是0 知道嗎? 好不好? a是0的時候代表只有b嘛 那至於到底是不是0 算了就知道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說 但是我們假設是要以最完整的來假設 所以說除4是兩次 余式最多是幾次? 一次 我們又假設成as加b 這樣了解我的意思嗎? 至於a是不是0 我們去算題目就知道了 行不行? 去把答案算出來就知道了 這樣可不可以? 但假設是要以最完整的假設 所以說余式要假設成as加b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所以說這裡重點是要把a和b算出來 這樣行不行? 怎麼算? 你觀察一下 題目告訴我這兩個條件 懂得看到? 你把這兩個條件帶進去 剛剛好形成一個現象 當你aks用1帶時 剛剛好 1-1是幾? 0 0乘他乘他 多是幾? 0 所以說我交代 於是是不是曉得 有些 dull 1-2 還 ecc 回答 真的 這裡如果有些 有些 vídeo 中文有些 這個から 會詐欺 hago 而是 可不可以我們去消B好不好 相解沒掉 3A等於6 所以A就是起2 A是2代進去 2加B等於4 所以說B也是起1 2次出來了 所以A是2B是2代進去 所以於4就是起2S加2 這樣全部行 好到這邊 這是標準的做法 你先整理一下 老師等一下再教你直接看 這題直接看怎麼解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 所以說你先到這邊把它整理一下 OK 講到這邊很多同學會說 老師我聽得懂 但是碰到這題的時候 我卻不曉得該怎麼下手 來為什麼 其實很多同學這一部寫不出來 他寫不出這一部 這樣行不行 那寫不出來怎麼辦 那就不要寫 老師要怎麼算 所以說你看清楚 老師先給大家養成一個習慣 以後 只要看到除4是0 我只要能夠把除4搞成40 0×3一定是幾 0 我AK只要帶什麼是 於4是下的 比如說一下這邊 我只要AK只有1代 我只要除4這邊是0 0×3一定是0 所以說我這個1其實只要帶什麼是 於4 是不是叫的 我AK是用-2代也是一樣 帶下去 只要除4是0 0×3一定是幾 0 所以說我只要帶什麼是 於4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我只要能夠除4是0的時候 0×3一定是0 對吧 我AK其實只要直接帶什麼是 帶於4 是不是叫的 好 有這個觀念之後 你看一下 以後這裡怎麼擠 我們就直接來了 你看一下 題目說 Fs貝他屬於4 我們就直接來 令他為0 AK是用幾代 1代再進去 於4是幾 F1等於幾 4 所以一樣 貝他除 對吧 貝他除於-2 所以令他為0 AK就用幾代 貝2代 貝進去 於4是幾 F2等於幾 貝2 這樣行不行 好 今天題目重點是幹嘛 重點是希望我Fs 被這兩一起除之後 於4是多少 對不對 被這兩一起除 來 告訴我 除4是幾次 兩次 所以於4可以幾次 一次 所以說我這時候 直接把這於4 假設成 As加B 想辦法算 AB是不是 什麼算 我剛剛講過 你只要有本事 把這除4搞成是0 0×3 是一定是0 我只要帶於4是小了 所以說我想辦法 把這兩個變成是0 把這除4搞成是0 可見 AK是用幾代 1代和幾代 貝2代 是不是小了 用1代除4是0 0×3一定是0 0×3一定是0 直接帶於4 A加B 題目說事情 4是刷了 用貝2代一樣 AK是用貝2代除4是0 0×3一定是0 我只要帶於4 貝2A加B 會等於幾 貝2 寫到這邊 我就可以連累求AB 對吧 所以算算 A12 B12 所以於4就是2s加2 這樣子 行不行 所以說這個觀念要有來 好不好 只要能夠除4是0 0×3一定是0 我AX直接帶於4 這樣行不行 我就可以直接把這AB 把它算出來了 這樣行不行 可以 把這邊把它看一下 OK 來 我們看一下這題 他說FsBeta屬於他 Beta屬於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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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ABC怎麼算 其實老師一直在強調 根據於4定理 我只要能夠把除4變成是0 0×3一定是0 這時候只是要看什麼4 看於4是4就好了 所以說你看一下這題 他說FsBeta屬於他 你去想像一下 這可不可以因此分解 可以 它可以因此分解成A-2 S加1 這樣行嗎 所以說我這時候 我令它為0 想辦法令除4為0 AX用幾代 2代和幾代 -1代 這時候除4是0了 0×3一定是0 所以說我的2和-1 可以直接帶什麼4 直接帶於4是0 就好了 所以說用2代 2A-1 用-1代 -A-1 就好了 這樣行不行 行後 再來 一樣 被他除於他 有沒有看到 來告訴我 這可不可以是分解 可以 他可以分解成A-3 A加1 根據余思定老師可以知道 我想辦法令除4為0 令它為0 可見 AX用3代和幾代 -1代 這時候除4是0 0×3一定是幾 0 所以說把這兩個直接帶 什麼是余思 帶進去 3B加C 用-1代 -B加C 這樣行不行 再來 被他除於他 有沒有看到 行不行 一樣 這可不可以是分解 可以 他可以分解成 A-2 A-3 所以 令他為0 把AX用幾代 用2代 3代 是不是叫2 子A代 什麼是 與4再進去 用2代 -4加7 3 用3代 -6加7 1 這樣行不行 寫到這邊之後 來 你觀察一下下 題目都設計好了 怎麼說 這個F2和這個F2 有沒有一樣 有 可見2A-1會等於3 行不行 這F-1 F-1有沒有一樣 有 所以 -A-1 會等於-B加C F3 F3 一樣 所以3B加7 會等於幾 1 這樣行不行 麻煩你連率把ABC 算出來 這樣行不行 怎麼算 把它移過去 4 2A等於4 A12 把A用2代 再進去 算出來是-B加7 等於-3 3B加7等於幾 1 死出來了 好 之後再把這邊連率求BBC 這樣行不行 相減沒掉 -4B等-4 -4B等-4 所以B就是幾 1 所以原本A是2了 所以說現在等到B是幾 1 B用1代 3 1過來 所以說1-3 所以C就是7 -2 所以ABC分別就算出來了 有沒有看到 可不可以 麻煩你把這邊看一下 這樣行不行 我們等一下再繼續下去 OK 來我們看一下這題 他說Fs為3次多項4 而且F1等於F2等於F3等於2 又F4等於14 就F5 這題怎麼算 很多同學喔 用土法練鋼法 他把AX1代 A加B加C加數等於2 再把AX2代 2A加4 8A加4B加2C加數等於2 再用3代 27A加9B加3C加數等於2 再用4代 64A加16B加4C加數等於14 這樣慢慢帶進去之後 再把連例 去把ABC數算出來 這樣行不行 可不可以這樣算 可以喔 但好不好 不好 那這題怎麼算比較好 其實這題題目很有愛心 題目說什麼 他說這AX1代 AX2代 AX3代 都會等於2 有沒有看到 聊角色意思嗎 所以說題目告訴他們 就有這種規則嘛 所以說麻煩你 這時候我要去求多少 求FS的時候麻煩你 就利用這個規則來算 這樣聊角色意思吧 怎麼說 你看這邊 其中你觀察一下 F1等於2代表什麼意思 老師可以把它解讀成 FS被A-2除之位於2 F2等於2 什麼意思 老師可以解讀成 FS被A-2除之位於2 F3等於2也是一樣 老師可以解讀成 FS被A-3除之位於2 可見今天FS有什麼特徵 他被A-2除 被A-2除 被A-3除都於2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我就去假設 被A-3除是自己 FS 被A-3除 A-3除 這樣行不行 A-3除下去之後 會得到一個A-3 A-4 加A-3 A-4都於1 A-2 有沒有看到 可不可以 所以說我可以用這規則來假設 假設被除4是FS 被這3個除下去之後 會得到一個3次 於是於幾 2 這樣行不行 寫到這邊 你仔細觀察一下下 題目說清楚 講明白 FS是幾次 3次 有沒有看到 那你看這個式子 這3個相乘就3次了 可見這Q的地方 告訴我 它可以有X嗎 它只要再有X 乘起來就變成4次以上了 對不對 所以說我知道 這個3次的Q的地方 它只是一個殘數項 這樣行不行 所以說我這時候就把這Q的地方 假設成A 是不是假的 所以說我的FS 可以把它寫成A貝勒 A-1 A-2 A-3 再加2 所以說這一題 我其實只要把這個A把算出來 那怎麼算 請問告訴我這個條件 F4等於幾 是4 所以說麻煩你第二個 把AK用幾代 4代代進去 4-3 4-2 2 4-3 1 1乘2乘3 6 6乘A 6A加2 會等於幾 14 下行不行 8 1過完 6A等於12 所以算算A 會等於幾 2 下行不行 A等於2 把它帶進來 可見FS寫出來自己 兩倍了 A-1 A-2 A-3 再加2 是出來了 所以說到這邊是把FS算出來了 算出來不要太高興 題目是求多少 求F5 想行不行 所以說我就把AK用幾代 5代代進去 5-1 4 5-2 3 5-3 2 2 3 4 2 3 6 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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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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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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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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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